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车就是这样 是开去加油就开来修理的路上 摆着摆着已经摆了最少半个月了吧 今天终于来了要帮他处理了一下 底盘之前有声音要处理 还有肉油 还有一个冷气突然间也坏掉了 好今天就要开始要动工了 等一下看前面好了 其实我知道是有点油 因为我操一操油 操微搭的鼻 看一下啊 打开会不会已经不见了 这两个啊 他说这两个摇壁盖垫片有点肉油 我这个不是肉油 我这个都是结块了 开裂就对了啦 这烧档珠啦 这一三秒 这不知道吗 火星塞啊 这烤鹅啊 等一下帮我拍一下那个 震霸声有没有 没有 我问过 来修理厂就是拍一些而已 还要找什么 找迪欧 每间修理厂一定要配一台迪欧 他这都没改 我以前都来高兴改得高 你怎么打啦 哇 小姐都要弄 阿表都黑千两粒 这样 会好啊 不然你再讲一次 那个家是什么 这个其实我们是买新的 我买装骨的啦 装饰而已 我为了这个东西 我买了这个箱子跟这两个脚架 记得这个箱子好像七八千块 这个脚架好像大概将近快一万块 它有两种 一种就是 就是这样会多一根这样出来 放在上面的 到时候脚会比较高 我觉得它很丑 我就不要 我就故意夾这种最低的 可是这样会比较贵 你看我 你听到贴的 这样没办法做到一次 这样就不可以 把它进磨铁炉了 没有啦 我 总是会肚子痛 去上个厕所 应该可以吧 我也可以自己去休息 那个没什么 你不要这样讲了 中南部人家的那个 地车力管是自己里面唱歌的 有个客人他们说 她的老婆都很习惯 都会去那边 她听起来都很奇怪 北部你们这些男人 都会去那边要干嘛 也是北部的 依然是没有去那个地方 我们很节俭 我们都带回家 哈哈哈哈 不是那种随便的 你骗你身上 骗人身上 骗人身上上床 对不对 我就不一样 我厨房厕所 两台我都可以 主要是肉油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摇壁杆 这一片跟这一片 这两片 你们看这一片 那刚刚的颜色都是油 噢 噢干 它其实 哇 好会漏哦 这底下 它都是有流到排气管 这边的话还好 那边比较严重 这些都是 它就是从这里 然后流到这里 这个 这个是 对对 你看其实这个 看到这个极头石 这都是有 这是长期机的 都是从这边这个缝缝 管子的部分就是这边 因为这个久了 硬化 然后开起来都会裂掉 所以我们就是 一次帮它做更换 然后还有 这个就是它 附在这底下的Olin 这个盖子拿起来 这个垫片 对 它 科幣的预算比较足 所以它就是说 整个都换掉 有钱人啊 对啊 哦 所以这边是它的零件 对 这一边 这一块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 两个上杆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 变速箱的部分 在下面 对 因为它滤网的部分 好像也很久都没忘过了 这个是 优敌壳里面的滤网 然后这是 变速箱优敌壳的电片 啊这个管子 这是你刚刚说的 上面的那个 深空管 对 油气的那个管子 啊这个的部分的话 就是 火星塞的高压线 其实实际上是一组 这样 一支配两支 然后这个咧 这个是火星塞 这台车 比较特别 它的烤额有六支 一个烤额配两个高压线 所以它总共有 十二支 十二支高压线 十二支高压线 哈哈 还有一个部分 它的传动轴 当初 这边都裂掉了 然后是说它 开的时候会有 抖动的问题 发现之后 当它这支拿去送 去做了整理 还有的是 三脚架 它说会抖的部分 就是 那个桥头 那个就是换整形 三脚架 然后三脚架还没来 那我们等一下先拆上盖的部分 它这些其实看起来都很干净 是 代表说大家用的机油 跟 对 对 然后都没有什么有烈化 也没有什么鸡汤的问题 因为如果说用的很差的话 有时候多少都会有油泥在 这边都一定要清跟进 不然之后如果再上锡的话 也是会有肉油 然后锁回去之后边边再做清解 然后锁回去之后边边再做清解 没听到 没听到 鸟一直到时候会 它就是到那个棒锁 有时候吹的过紧 反而它的蜜蜂效果会不好 它其实都是贴着引擎的那个皮面 那有時候你吹太緊 它反而是去硬擠這個橡膠 它有時候很容易破掉或者是變形 換那個... 被鹿香油的那個濾網 冰濕的話 因為它是這個跟這是一體的 然後這個不能單換 這個沒辦法單換 這只能叫整個 要幫大家換裡面的濾網 滿身的 而且很多鐵絲 這邊亮亮的那有很多耶 對啊代表拉真的很久沒換了喔 所以說這個 時間到了就一定要換 看這邊 這是濾紙的部分 這是乾淨的 那你認真看這邊很多屑屑啊 很噁心 對啊 然後看進來就是過濾的部分 只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其實這上面都是細細的那個油泥啊 油泥喔 對啊 OK 為什麼我們今天沒有要用到輪子的東西 可是為什麼要把輪子拆掉 其實我們有個習慣 輪子在掉的時候 因為它有重量會把邊氣拉著 所以我們都習慣把輪子拆掉 讓它底下沒有負重 前面因為我們有拆三腳架 輪胎一定要拆 現在要加了嘛 原廠變出香油 太邱了 什麼都用原廠的 看這兩邊的大小有沒有差 這個是新的嘛 比較緊嘛 這個都已經靈移了 正常是很Q 而且兩個軟硬你可以自己稍微捏捏看 稍微捏捏看 我聞一下 這個很緊緻耶 膠原蛋白耶 但是這個 這個 更緊 不要亂講 原本沒有要拆它對不對 原本沒有要拆它 真的空間受不了 它不像阿呆的車 感覺還可以塞渦輪 阿呆的車就是沒有裝渦輪 所以車子平衡才會跑掉 對啊 把它掉了 在這個部分的位置 基本上都是高溫 所以說 這個東西 很容易硬化 你有換到周邊的東西的時候 都會建議把它換掉 其實也沒多少錢 你現在是在清那個 旁邊後面的油漬 因為等一下那個上去之後 就不好洗 阿柯你自己看 你的一台車要三個機師耶 不對吧 整個場子都沒人了 就搞你一台車 比較一下 很明顯了吧 不需要講 就知道哪個是舊的嗎 你看它這個機頭 跟這個機頭 明顯的魔號 正常的話是有一個火星在涼龜 這已經是魔號了 所以要換新的 六顆都拆完了 端拆就好了 完了這樣也不知道太多 不如就這樣子好了 這樣你不覺得聽著音樂做事很有FU嗎 對阿 然後就比較容易出錯阿 不會 沒有啦 我真的 我不會 愛是一道光 真的是美妙 哇 拍一下 哇 你吃那麼多隻阿 換到那麼多隻 跟法拉利燒哥 這麼多 隨便給他收集起來都是他的 哇靠 這是換下來的 都換下來的 很多人鎖的時候 都不會照上面的 扭力子去鎖它 鎖過的話 我應該會被端在裡面 這個阿有寫 它的標準測量 電阻的話是2k ohm 那我們先看 舊的 拆下來的 它的電阻 2.1左右 然後再測新的 新的 1.98 有沒有更接近2 大概剩下的就是 電表的 誤差 來測試 拔一根長的 這根是長的嗎 對 這就代表 這根 這根才可以 2.01 這就可以留下來當被迫 壞的可以丟掉 像這個 主幹比較大的 就可以把它丟了 它原本這個是新的嗎 這個叫新的 因為這個其實很久了 還是會變新 因為這個老車的 沒有像 新車的那麼貴 就建議 就直接換兩個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風氣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好了 這次花了蠻多錢的 你們這些嗜血的觀眾 沒有花錢 你們就不想看 打開 看不出來 這裡沒有 新的肝勒 不是換件片就好了 柯啞柯V靠吉 就這邊一個 啊不只這樣喔 烤鵝全換 它一個對一個烤鵝很傷 一隻拿一千就六千喔 一隻不可能一千啦 所以 不知道啦 反正就換了啦 怎麼發電機那都花了 還有三腳架 三腳架的和尚凸 和尚凸 和尚凸 欸現在開來很爽耶 都沒聲捏 剛才腳的腳架 這樣就沒了 啊 還有一個東西沒有弄好 冷氣一樣會冷 可是就是 它沒有作動 我那一天不小心按到前面突兀有沒有 太冷了 啊你們要看一下冷氣 冷氣都這樣 觸控不好 它按鈕有沒有 完全都沒有用 卡在AUTO有沒有 它現在卡到一個 這邊是18度 這邊是22 不好 可是卡到32的那個分機了 欸欸 我這個還沒研究咧 它幫我研究了一下咧 它這個應該有電擊棒的功能 改天這個弄好拿過去有沒有 过去的时候就这样 公单出了美 我比较想知道你这次花多少钱 我不敢讲啦 随便应该花个几万块应该有啦 所以开一种德系的老车可能就是要注意 没有钱的小朋友们建议不要乱尝试 叔叔说练过的 喜欢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小铃铛 我要去赚钱了 拜拜 我们公司缺个值班台 来倒一下 我们仿真一比一把它仿出来 我等下把它拿走就好了 等下弄好我们就把它扛走了 桌子我们就不能用这个桌子 我们干脆用轮胎 上面放个桌子这样 轮整个套进去 前面是轮 对你的变米其林了 轮胎都签一半这样一半一半一半 上面放个电脑这样 那阿晴银银多撞几个才有比较大的轮胎啊